你還沒想到嗎? Marco, 這次又想玩什麼? 是嗎?又說開董事會? 把一個外人在幹什麼? 我知道你最近在公司 搞高層調動, 大執位的那種 那公司的職員調配 一向都是由我這個主席 的主席主席負責的 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談第二件事 好, 請說 那個外人叫Albert 是我請來的獨立會計師 負責幫我計算的 希望我決定要以大股東的身分 罷免移宿離職務 你說笑吧? 對 我動議即時更換主席和行政總裁 主席由財務部總經理Gordon接替 而主席的位置就由我來做 你說是嗎? 憑什麼? Albert, 麻煩你解釋一下 魏豐的股份分配 Marco持有25% 魏東海先生持有22% 其餘的管理層持有4% 另外有10%是由一間私募基金公司 NP基金持有 剩下的就是公開市場 二叔, 你還笑得出 我現在憑我持有魏豐集團25%的股份 正式以最大股東的身分 找來罷免你這個只有22%股份的主席 我為什麼笑不出? 我說過 商業世界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 你忘記了嗎? 還有4%管理層股份 你不讓他們和我同一陣線 支持我留任 那4%股份分得那麼散 我不信你拿得完 我就是拿得完 是嗎? 管理層一早就把4%的股份 私底下賣掉給我 不好意思,Marco 我絕對支持戴藝先生 劉任主席和CEO Rae拿著4% 加上爸爸的22% 也就是有26% 就剛剛多了你1% 我們這邊才是大股東 Rae是你的人 你安插他做管理層代表 就想吃光整間魏豐 你現在才知道 老闆, 實在太遲了 你好地地繼續做你的敗家仔就好了 還玩逼供? 那我台戲很難做下去的 我告訴你 那些遊戲不適合你玩的 每個人都知道你是廢人一個 專心在家裡繼續玩遊戲機 我做好心 買你手上的股票 以後董事會, 你不用離開了 據我所知 管理層配股協要有一個條款 如果公司管理層做出 任何損害公司重大利益的行為 我們股東有權收回他持有的股份 公司是有這條條款的 有又怎樣? Rae做了甚麼損害公司的行為? 他下班忘了關燈? 還是背後笑你倆公妥? 不是我嗎? 不知道私吞公款一千五百萬 又算不算是損害公司重大利益呢? Marco, 你別說話 我告你誹謗的 你有證據嗎? 我沒有證據的, 原本… 但是牛威給了一個貼索 土瓜環縱火案 他上庭說收了我們公司 一千五百萬中介費 替我們收樓 跟魏豐白紙黑字簽了合同 收了別人一千五百萬 但是Albert幫我查過 根據Rae程上的帳目 我們魏豐是給了三千萬 三千萬, 有一千五萬去哪裡? 不過不要緊 有千五萬要查, 無論如何都可以查到 只不過我怕會查一查的時候 會起到一些髒話的東西出來 老婆, 麻煩你幫我搜尋一下 ICAC的電話號碼吧 好 是嗎?我做過 Marco… 最多我馬上把錢都吐出來 還有, 我自動辭職 你叫我做什麼都行 千萬不要補ICAC Marie 你以為我不知道阿Way是你的人嗎? 你以為我真是一個敗家兒 而小都只懂得打電話嗎? 我告訴你 公司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人 桌面桌底做的什麼 我都知道一清二楚 Albert, 現在阿Way手上的股份 應該怎麼處理? 根據公司利益條例, 她的股份 將會按比例平均分配給所有股東 按比例呢, 你分得最多 所以你還是大股東 二叔, 你好好的 不過看著一間公司就好了 現在大家閉爛了臉 像你所說, 這部電影我很難做下去 不過這樣, 我這人很公道 這家公司畢竟是你和爸爸一起打回來的 你呢, 就繼續拿著股票 奇奇收股息 開開心心地坐在家裡 還享其成, 移養偏廉 各位記者朋友, 在發佈會正式開始之前 我二叔有一點話想說 說得了 各位, 這本人健康出現問題 還有我想多留一點時間陪家人 所以我決定辭任偉豐集團主席 和CEO職位出任集團特別顧問 大藝先生, 請問你是甚麼身體問題 是呀, 為甚麼這麼突然遲任 可不可以多解釋一點原因 會否影響股價 施養一職 將我由財務部總經理哥凡接任 至於我侄子Marco 就會擔任集團主席一職 我要做一個最大的作品 讓我來做一個小的小的職位 最好, 讓我來做一個小的職位 我去做一個小的職位 我去做一個小的職位 他這麼多年來為公司付出了很多 還對我悉心栽培 我一定不會辜負他對我的期望 我承諾, 我一定會帶領魏豐 更上一層樓 剛才看到你兒叔生氣爆爆的樣子 真是好笑 不過他這隻老狐狸 不會輕易認輸, 自己小心點 其實就算這次捉不到阿Way的腳 我也還有後著 拿著10%魏豐股份的私募基金 都是我在幕後操縱的 二叔他想贏我?行, 下一輩子…